欢迎你回到世界体育中心 台湾的黄金左腕郭洪志 最近透露了 他想在三年之后结婚 并且要生小孩的想法 球季结束回到台湾度假 小小郭有遇到什么样的新鲜事呢 一块来看看世界体育中心 为您带来的专访 从11月12号回台 郭洪志最想做什么呢 其实回来就是观光夜市嘛 然后有人说 那是不是郭洪志 不是 我是王建民 小小郭 你不要欺骗善良 老百姓哦 虽然你跟阿明投球都很猛 不过长得真的是不像啦 不过网路上也有人爆料 居然看到小小郭自己 骑车去买早餐 骑的还是50cc的哦 不能说骑 是被人家载 我们规定不能骑摩托车 在这里郑重声明 我没有骑摩托车 可以的话 当然是很想去骑摩托车 然后看到东西就买啊 像逛夜市这种 其实是在美国 在那边待了八九年 没有办法体会的啊 这种声明后面 其实也看得出小小郭 想要自由的时刻 而老板看到台湾热血 所头 当然是撒必俗的啦 遇到一些比较热情的老板 他会说 请你吃东西啦 我说不用不好意思 现在台湾景气也不好 所以没有 他就说 我请你吃豆花 你跟我拍张照这样子 对啊 老板豆花换合照 你好像赚太多了哦 其实小小郭回台 大家开心之外 最想知道的 其实还是他披上中华队服 力拼经典赛的心情 我真的可以打吗 是你讲的还是我们昨天讲的 还没有确定可以打 还没有确定可以打 原来小小郭仍不确定 经典赛会不会上场 不过对国内职棒遇到的问题 小郭倒是很热心提供国外经验 义工参考 美国这边就是他们对选手保护这方面 做的比较完整的原因 是因为他会提供你很多医疗的资讯 那是一个环境说 他不会强迫你去做任何事情 只是时间到了 可能我们四月份要比赛 三月份要春训 你上一份春训来的话 你没有办法调整到你应有的水準 你的位置就是别人的 对选手的保护 还有对自我的要求 小小郭也就是一次次从伤痛中走出来 拥有更强韧性立足大联盟的一片天 世界体育中心 林小柯这节台北采访报道